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穿孔 有中症一线炎 如果要是有出血 有穿孔的情况下 那是绝对不能吃东西的 必要的时候我们还要进行二次的内经下的手术干预 如果要是有一线炎的情况下 那更不能吃 更不能喝了 一直得等到一线炎好转以后才能吃 才能喝 所以ERCP术后在第一天之内是绝对不能吃东西了 那么如果有一过性的这种血尿淀粉酶的增高 那么在血尿淀粉酶增高以后 肯定是不能吃 不能喝的 那么到第二天它降下来了 那我们还要再观察上一天 在没有出血 没有穿孔 真相的这种情况下 血尿淀粉酶又正常了 那我们观察上半天可以先喝一点水 然后逐步进流食 然后正常饮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